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勇于接受挑战 前几年媒体热衷报道的 马里亚纳实行生计划 所需要的实习生负责工作就是 示范在马里亚纳这座海岛里 吃喝玩乐推广观光 这也被称为世界最赞的工作 以往的参赛者大多数是年轻的女孩 但是2019年的得主 却是一位56岁的行男大叔 名字叫做刘玉佳 高年级实习生的刘玉佳 他曾经是新闻台主播 后来也任职新媒体总经理 前后在媒体圈有20多年的资历 在他的心里非常向往 亲自到西班牙千年朝圣古道 圣雅各之路 因此当时已中年的他选择听从内心的声音 亦然离开职场去完成梦想 独自到西班牙花了30天 徒步800公里 完成朝圣之旅 回台后又参加征选 马里亚纳实习生计划 从自己学习剪辑自我介绍影片 到请求亲朋好友参加网路投票 并以当场表演高难度站立滚轮 幽默机智回答获得高票 加上洗涤心灵的朝圣之旅 让现场评审大为感动 最后他便成功当选 为此刘玉佳想对同样是高年级声说 别总是推给以后再做或是退休后 他强调 你们也能去马里亚纳去海岛国家 也能参加有挑战的活动 只要敢于挑战 心就会很年轻 亲爱的朋友 刘玉佳离开自己的舒适圈 去追求梦想 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而当你有机会追寻梦想时 会为自己做什么决定呢 其实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渴望 我们都想要过得更好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而要活出全新美好的自己 第一个生命最重要的态度就是不断的向前 圣经里有一句话说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意思是上帝已经把这宝贝放在我们里面 每一个人都有宝贝的特质 你有恩赐是别人没有的 因此不管过去发生什么事 无损于我们的潜力 别人也不能决定你的潜力 而别人对你的想法是什么 也都无法改变 上帝已经放在你里面的丰盛跟宝贝 或许你经历过失败 遇到不公平的事 但是你要知道 你的受造是照着上帝的样式 你拥有全能上帝的种子 你的成就能有多大 没有极限 亲爱的朋友 你人生最棒的时刻还没有成就 别让你的生命拔位黯淡 要不断地与上帝一同梦想盼望 一同筹划新的计划 经历与探索 今天让我们打破年纪的迷思 上帝要赐给你一个勇于挑战的心态 让你能凭着信心跨出来扩张自己 发挥你的潜力 发挥上帝在你里面的宝贝 你的潜力将是难以估计 上帝也必使你所能达到的成就 大于你的梦想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存这样的心 必得大赏赐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 搜寻士林林良堂 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